大家好,我们是旧四组管理顾问公司 嗨,伙伴们早安 我们拿到一个新的委托案 这是一家来自巴西的新型态电商叫做Allist 商业模式很特别 需要借重各位数据分析的常才来帮他看看 在经营策略上面有没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 这些是Allist的营销数据资料 请各位回去好好地研究分析 下礼拜三的会议提出报告 来,我们开始开会 首先,先帮忙介绍一下 Allist这家电商品牌跟其他的电商 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 好的,Boss Allist是一家在巴西的创新型态电商 它跟其他的电商最不同之处就在于 它是一个平台,也是一个品牌 要说明这句话就让我们直接看一下它的营运模式 首先,这是我们Allist公司 卖家将商品放到Allist平台上 买家透过此平台购买商品 这就是最基本的电商平台模式 然而,Allist最特别之处就在于 它会为他们平台的卖家们寻找更广大的出入 Allist会与巴西其他大型通路 像是大型量饭店的加勒服 大型电商的Amazon合作 成为一个品牌 带着众多小卖家的商品进入之 买家从Amazon或加勒服通路中 购买Allist品牌的商品 Allist则会再挽回通知各个卖家 将货品出货给买家 此举可以为卖家们创造更大的曝光度和销售额 那Allist在这个模式中要怎么收益呢 Allist的主要收益来源来自于会费和变动费用 当卖家每月销售额大于里奥3000元 Allist会向其收取定额的会费 随着卖家的销售额增加 会再收取不同percent的变动佣金费用 就如下面图片所示 好的 接下来请告诉我数据资料概况 好的 Boss 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介绍 Allist的资料概况 为了想知道Allist的经营概况 从这个图表中可以得知 每个月份顾客的数量 从2017年开始就有增长的趋势 而我们基于产品数量太多 及分析方便性的原因 接下来分析皆以销售额排名前20高的产品 为观察目标 而这边我们将以买家下单到收获的时间 分为三个部分来看 第一为买家下单后到系统同意订单时间 为图中蓝色的部分 第二为卖家准备出货时间 为图中绿色的部分 第三为物流配送时间 为图中红色的部分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 每种产品的物流时间都很长 接下来我们就从各个购面来进行分析 首先我想知道卖家的状况 好的 Boss 那接下来由我进行卖家分析 首先是卖家销货额图 透过左边这张图 我们可以发现94.89%的卖家销售额都不到3000元 因此我们应该帮助这些卖家提升他们的管理能力 以及行销策略 以提升他们的获利 而根据右边这张图来说 我们发现5.11%的卖家销售额是高于3000元的 而我们发现Aulis会向这些卖家收取管理月费 以及变动的销货费用 因此为了提升他们的销售 我们可以将图片档视觉化 让消费者更容易阅读 也能增加卖家的评价 接着是地图分析 透过分析我们发现Aulis买家主要分布在巴西东南方的位置 但其他区域也有不少买家分布 而在卖家分布的部分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大部分的卖家都分布在东南方偏向首都理月的位置 而另外我们也分析了销售2500的产品买卖关系图 我们可以看到它货物运送的轨迹 有非常多的线段是发送到外围地区的 这也造就了它运送时间过长运费过高的问题 我们认为最佳的解决方案就是寻找更多在地化的卖家 才能缩短跟在地客户的距离 而不是长途跋涉的运送 增加卖家而且是在在地化的卖家 会是它非常务实的策略方案 再来是物流运送的概况及消费者评价的资料 是的Boss 我来分析运费及评价的部分 首先从买家下单到收到货的总时间来探讨 以评分和总花费时间计算 因为PV小于0.05代表有显著差异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此资料来分析 来看相关系数 可以发现它的绝对值在0.3左右 表示资料具有代表性 并且资料呈现负相关 代表总花费时间越长 买家给你的评价越低 再来讨论运费的影响 以评论和运费计算 在这PV一览小于0.05有显著差异 从相关系数可以发现 有些资料呈现正相关 有些则为负相关 而因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小于0.3 表示资料较不具有代表性 所以运费高低对于买家给你的评价 没有那么有影响 接下来我想知道一下 Alist的产品面的资料状况 请分析 好的Boss 那我今天跟您分析产品的部分 首先这张热图 我们是将销售额前20名的产品 做正规化后 来看该产品卖的最好的地区 然而这张图 因为大部分的交易都发生在圣保罗 所以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 产生一点误差 因此我们将产品和地区 都正规化做出第二张热图 那我们可以看到 红色的部分 则是该产品在该地区卖的很好的 再来我们将全部的产品 进行尺度缩减 想要找出它们的相关性 我们所采用的标准 则是用中间这些黑色箭头 作为指标 进而分成五群 结果就如这张图做标示 五群则以不同的颜色来做呈现 图中可以看出 手表是这只一群 冷气和手工艺品 则可分为一群 另外则是游戏机 手机和家具 则可分为一群 其他两群则包含了很多产品别 最后我们有做了月份及评价分析 图中的N所指的是 评分小于3的评论数有几个 因此可以从图中发现 从2016年到2018年 是逐渐增加的 然而在2018年初 则是低评分的高峰期 最后还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补充的呢 报告BOSS 我们根据销售额发现一个大问题 我们从这个动态套号图 可以看出一个趋势 从2018年3月后 整体的销售量和营收 都大幅的下降了 这边我有探讨一下 巴西当时的情况是什么 原因可能是因为 巴西嘉年华举办在3月 是否在3月时有举办活动 导致4月后的营收下降呢 且从评论可以看出 负贫增加的趋势 因此猜想是否是后勤支援不上 或者是服务品值下降 这样子造成的呢 经过大家的资料分析之后 我们对Aulist的状况呢 更清楚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给Aulist 一个经营策略上面的建议吧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归纳出三个重要的策略 策略一 Aulist要加快获利速度 电商平台淘汰率相当高 生存的法则就是要快速获利 目前Aulist最大问题是 能够支付Aulist行销服务费的 获利卖家只占5% 我们建议半年之内 要将获利卖家数目 推升到20% 这也是二十八十法则 进而在两年之内 将获利卖家数目 推升到50% 怎么做呢 运用分群经营的方式 第一 辅导新进或小型月收入 低于3000卖家 快速提升其销售能力 第二 针对收益型卖家 再提升其销售量 譬如运用交叉行销 高度相关的商品推荐 以及消费者好评推波的手法 来促进销售 策略二 减少运送成本及时间 从这张比较图清楚看到 在红色框框的客户 高浓度分布区所对应的蓝色框框 卖家显然是严重不足的 各位知道巴西有多大吗 东西长4500公里 南北长2700公里 因此从卖家到买家的 长途拔涉物流 显然是有问题的 那怎么做呢 我们提出两个方案 第一 增加在地化的卖家 一来可以增加Allys的收入 二来 也可以减低 缩短 运送的时间跟成本 第二个方案是 垂直整合 成立自己的物流公司 专责运送自家货物 不必跟别人的物流公司 排队等候运送 而有自己的物流公司之后 也可以使法Amazon 针对Premium会员当日到货 毕竟好而独特的服务 才能提高客户的满意度更连着度 策略三 提升热销期的应变能力 从之前的分析发现在 2018年3月 巴西嘉年华会的热销期过后 整个负品提升 显然是后勤资源没有跟上 或是卖家的负荷也超量 电商负载能力是关键问题 因此我们建议要运用 变动性的约聘人力 来应变节庆热销期的支援服务 同时也如同前面所说 要寻找更多的卖家 来增加供货的弹性空间 以上是我们旧市组管理公司 对Allist电商所提出的数据分析 以及具体可行的经营策略 谢谢大家